人员发现 蓝女士眼表损伤 被确诊为日光性眼炎 大陆有民众急忙赶到眼科皱疹 因为原本良好的视力 怎么突然变模糊 医师进一步问诊才发现竟然是太阳照太多 医师指出 尤其是正中午时段十一点到下午两点 紫外线强度高 如果可以尽量减少在外面爬爬灶 或是可以配备雨伞帽子等防护措施 在延下之之下 很多人外出会戴太阳眼镜 或是戴上变色镜片 但两者的差别在哪边又到底应该要怎么挑选 各式太阳眼镜一字排开 有经典款 亮片 面具造型款 光是镜片颜色 还有灰色 蓝绿红之分 眼光师建议 如果想要达到最长的遮阳效果 可以选择深灰色系 其他色系则是多配合穿达需求 更重要的是配备抗UV400功能 另外有医师提醒 如果佩戴不合格的镜片 因为光线变暗 瞳孔会放大 反而会让更多的紫外线 进到眼睛内 更加伤眼 切勿轻忽 看不见的光线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